老铁们本田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旗下4款SUV价格暴跌 在前段时间只能够优惠1万左右 现在它能够优惠好几万 特别是最后一款暴跌5万 现在只需要8万多就能够入手了 这样的优惠力度连我在内都看着非常心动啊 不知道大家看完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降完价的本田划算 还是我们国产车划算呢 第一款本田浩英 这款车定位是和CRV同级 在家他们也是孪生兄弟 三大舰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 就连他们的起收价都大同小异 只不过现在这款车它的优惠力度特别的大 起收价从169800到252800 部分地区终端优惠也是达到了33000左右 而现在裸车起收价直接跌至14万多 这样的优惠力度简直是前所未有啊 在家外观方面和CRV也是比较相像 只不过我个人感觉没有CRV好看而已 可能是看久了 而在内饰方面是硬塑料居多 感觉和面包车没有什么区别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宽敞 车长只有4米634 轴距2米661 这样的数据 我实在是看不出这款车的后排空间有多宽敞 我感觉和本田宾制都差不多 拥挤感也是特别的强 好在这款车也是有优点的 就是它的三大件非常的靠谱 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这一点去的 而它的燃油版车型 搭载的是1.5T发动机 匹配六档手动和CVT编准箱 马力能够爆发出193匹 扭矩高达249 零百加速现在只需9秒左右 而油耗方面更是能够低至6.7个 这样的油耗表现 相比我们国产SUV 那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再加上本田地球梦的发动机 调教的也是非常的强劲 速来号称买发动机送车 从这句口号我们就可以看出 它对它的发动机有多么的自信 同样 这也是这款车卖的比较贵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消费者也是非常认可 本田这个品牌 更不要说它旗下的车型了 如果是你你看好这款车吗 第二款本田CRV 这款车是盒子里面的销量王 和保质绿王啊 要知道这款车在之前 一度出现了加价的情况 就这样还供不应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国内消费者对这款车的信赖程度有多高 但是随着现在同级别的车型都在降价 这款车也是不得不采取降价的措施来换取销量 起售价从169800到276800 再结合新款车上市 部分地区中端移户也是达到了29000左右 现在老车起售价直接跌至15万多 我的天哪 要知道本田可不是这么容易降价的 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啊 但是还是有些地区优惠能够达到2万左右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纠结 因为每个地区的优惠力度都不一样 在家照款车它的三千保质率高达80% 开个两三千想换车了 它也不会让你亏多少钱 而在动力方面 它和本田的好影使用的都是同样的三大件 不仅质量稳定 而且在空间方面的表现都一样 驾驶感受更不用多说了 它拿4米621的车长 2米6的轴距 基本上也都一样 对于现在这款车的价位 大家会接受吗 第三款本田贯道 这款车的定位是中型SUV 同样也是本田旗下的主流畅销车型 这款车无论是在空间 动力还有燃油经济性等方面 表现的都是特别的优秀 大家让现在价位也是特别的亲民 优惠力度也是特别的大 深受我们消费者的喜爱 起售价从22万4千8到33万2千8 部分地区中端优惠也是达到了3万左右 现在裸车起售价直接跌至19万多 落地也才21万左右 虽然这款车它的价位确实是低到了冰点 但是在我看来 它的入门级车型并不是特别的划算 因为在动力方面 它搭配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和CRV一模一样 说它是换壳的CRV一点都不为过 如果说有这个预算 还不如考虑本田CRV来的实在呢 再加上现在价位也便宜 如果说想要考虑入手这款车的话 那么最好考虑它的2.0T版本 匹配的是9AT变速箱 马力能够达到272匹 牛距能够爆发出370牛米 零百加速也仅在7.8秒左右 油耗更是能够低至8.7个 动力强 操控棒 燃油经济性好 这样的表现才对得起中型SUV啊 并且在空间方面 这款车也是非常的让人满意 4米858的车长 2米82的轴距 后排坐上去非常的一般 同样这也是众多消费者诟病的地方 它的后排空间还不如我们国产长ICS75PLUS大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本田还是那个老样子能省则省 如果说你有20万的预算 你会考虑这款车吗 第四款本田宾志 它作为本田旗下的入门级小型锦售SUV 无论是在价位方面还是优惠力度方面 都是很让人满意的 起收价12万7千8到17万6千8 部分地区终端优惠也是达到了3万8左右 而现在裸车起收价直接跌至8万9 而像某些地区也是能够优惠3万左右 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 这是因为地区不一样 这款车裸车起步价是在9万多 虽然差了1万块钱 但是我建议你在买车的时候多跑跑 毕竟这1万块钱你一天是挣不到的 能省一分是一分 而在之前的几个月 这款车也是能够优惠到1万多 这就很让消费者满意了 但现在从13万多跌到8万多 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近期想买这款车的消费者还不高兴坏了呀 而它的入门级车型手动挡版本 现在落地不到10万 自动挡落地也才不到11万 匹配的是1.5升发动机 但是它的马力却只有131匹 再加上这款车车重达到了1.2吨 推动这台车还是完全够用的 而在后期养车成本上 这款车也是非常的低 百公里油耗低至6.3个 满足我们家用还是非常的合适 至于它的1.5T版本 马力能够达到177匹 入门级裸车价是在14万5800 现在优惠完以后 直接13万就能落地了 如果说你手里预算非常充足的话 那么考虑它的1.5T版本还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如果说你只用来家用的话 那么就有点浪费了 无论是它的1.5升还是它的1.5T 这款车长度都达到了4米3 轴距2米61 在空间这一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一般 不过相比同级别车型 它也是属于佼佼者的存在 这款车它的后备箱方面也是非常的小 放两三个小孩的行李箱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但好在这款车也是支持后排座椅放倒 也是能够满足我们偶尔拉搭建的需求 再有就是态度大 驾驶质感差 毕竟它使用的是飞度的底盘 操控性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 但好在这款车无论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 还是非常的省油耐造 用来家用也是非常的合适 而以上这四款本机SUV 优惠幅度确实是比以前大了很多 再加上现在价格也是特别的合适 近期想要入手这几款车的消费者 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超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